说佛教 那我们就要看就是说 你成为一个佛教徒 主要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看你有没有皈依 有没有皈依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佛教徒的条件 那么我们说皈依 皈依是要皈依什么呢 要皈依的对象 要有皈依的对象 那皈依的对象就是佛法神 我们要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刚刚经典里面也有念过 各位都很清楚的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你今天为什么要去皈依 为什么要去学佛法 进入佛门 这个我们首先是一定要 非常的清楚的话 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进入佛门 来学起佛法或者是皈依呢 我们总的来讲 简单的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为了去除所有的障碍 而我们就是进入了这个佛门 首先是要这样子想 为了去除所有的障碍 而我们就进入这个佛门 那去除所有的障碍的意思呢 障碍有分类很多种 那总的来讲 就是有烦恼障跟处子障 这样子等等 那我们为了去除这个 而进入佛门的时候 那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你进入佛门的目的是去除障碍 那我们每天都要小心 你至少怎么说呢 绝不可以增加这个障碍 绝不可以增加烦恼 为了减少烦恼 为了减少障碍而去学习佛法 进入佛门 所以我们的目的地 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忘记 那能够停止 然后再来慢慢地减少减少的话 那我们才未来可以变成是 就是未来佛了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的意思 就是说归于佛 那佛是什么 我们要这样子去问自己 也可以问 有机会的时候问法师 这样子是非常好的 我们要懂得问 那佛是什么 那要有一个答案 我这样子这边讲 佛是什么的时候 你们每个人心里想一想 佛是什么 要有一个答案 那我这边说佛是觉者 这是一个觉悟的觉者 这样子讲的话 跟你们想的 跟有没有是类似的 那如果佛是一个觉者 这样子想的话 那觉了什么 意思就是去除了所有的障碍 而拥有了 就是佛火 是这样子的吧 那就是佛 我们要这样子去 我们就是归于佛的原因 我们是为了去除所有的障碍 而去依靠佛 是吧 我们归于佛法身的意思 就是也是依靠佛法身 来去除我们的障碍 就是一个依靠的意思 那法是什么呢 法 我们以比较简单的来讲的话 法就是一个改变的意思 改变什么呢 我们不好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目前有包看我 有贪真之我 我们基督等等 那这些呢 我们要改成一个没有 以冲有改成一个没有 那个就是佛法的法 所以我们改变不好的行为 改成一个好的 跟佛一样的行为 跟菩萨一样的 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话 你学佛就有效了 如果没有行为上 没有一点改变的话 那也有点不对了 所以这些是我们要自己 慢慢的要去分析 思考的部分 那法 那真正的法来讲的话 我们是说比较在严格的 比较在那个 刚刚思讲比较方便 让大家了解的 那在之外 有一个解说的方式 就是说 法就是道地跟灭地 我们讲古籍灭道 有没有 那个灭地跟道地 要这样子想 那灭地 灭地就是要去除了 烦恼上而得到的 一个 一个 怎么讲道 这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讲 见道 这些部分 可能要需要一点点 基主 然后再慢慢才会了解的 但是我不可以缺 所以我这个 法的部分 就是代表是灭地跟道地 这个就是真正的法 但我们刚刚所讲的 最好就是说 要改变不好的行为 这个就是法 我们也这样子 首先这样子想就可以 那生的话呢 生的话就是说 佛法生的生 生就是 修道 兼道 也是一样 修道兼道的修行者 就是大成就者 修道兼道的圣者 就是佛法生的生 那这个 我们会有 会有 以前教的角度来讲的话 有三成十五道 那我们讲 僧文 圆觉 然后菩萨 也可以说是大成 这个 每一个都有五个道 五个道 总共有十五个道 我们讲 资粮道 家行道 建道 修道 福学道 就这三个 生文的五个 圆觉的五个 大成的五个 这样加起来 显教的 所指的道 就是有十五个道 那首先升起的时候 是资粮道 再来是家行道 再来是建道 所以修道 所以修道 见道的圣者 就是我们所归义的对象 佛法生的那个 圣 所以我们就要依靠这样子 佛法生来去除我们的 障碍 是这样的 是吧 那我们目前就是说 会拜佛 拜佛 拜佛像 是吧 拜佛像 那我们要知道说 佛像 是不是一个觉悟 佛是觉悟 跟佛像是不是觉悟 是有一些不同的 在我们 不管什么说 佛像可以代表佛 我们没有能力 马上看到佛 所以我们优先 把佛像当作是真正的佛 我们这样去拜 这样去供养的话 供灯也好 供化也好 大家都长期在做的 我们这样做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未来会非常圆满的一个前行 所以我们把佛像 当作真正的佛的话 对我们自己的修行 是有帮助的 然后我们把法本 当作是真正的法 等于就是说大藏经 或者是金刚经 阿弥陀经等等 我们把这些经典 当作是真正的法 这样去对待 就是尊敬 去供养 这样的话 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 对我们法本 是不是法 这是有可以思考的 但是我们把法本 当作是真正的法 这样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修行 对我们取出障碍 是非常有用的 有帮助的 再来就是生 生的话 就是真正的生 就是修道 见到的圣者 那我们就把 尊重 就是等于出家的师父 就是接受了 比丘姐跟 沙弥戒的 就是出家 比丘女也好 就是比丘也好 只要是出家的 我们把他们当作是 真正的 这个 真的话 也是对我们去除障碍 是有帮助的 我这样讲 你们应该会听得懂 就是比较方便来讲的 那这样的时候 就是我们目的 也不会没有变 就是目的 就是取出障碍 所以佛像当作佛 法本当作法 身重当作身 以这种的立场 来去学习的话 每天这样子学习的话 是会越来越好的 那我们有换一个角度来 去解释佛法身的话呢 那我们做一个比喻 那假如有一个 一个病人 就是一个生病的人 那那个生病的人 要医他的病的时候 需要靠什么 就是需要靠医生 也不只是医生 要靠一个很好的医生 是吧 要需要靠那个药 再来需要靠那个护士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用这个来做比喻 就是说我们呢 目前有障碍 所以我等于就是 我们有得了无名的病 我们这个病就是无名的病 执着的病 有残生痴的病 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就是当作 是这样的一个病人 去医的时候呢 就是要佛来看 你得的是什么病 然后用佛法来去对治 就是要改变 我们这些不好的行为 然后由身重来告诉 大众是怎么样 怎么样去改变 怎么样去改变 是这样子 那一个病人呢 他就要靠医生 医生来看 他的病到底是什么 是头痛的 还是感冒的 还是什么什么 就是如果那个医生 没有看好的话 也是不太对了 所以要对治 刚刚好他得的是什么病 就是医 他医生就要看 医生的功能 就是他的那个责任 就是要看对 那个病是什么 然后呢 看对了之后 他会开那个药 开了那个药之后 那那个药就是要护士来说明 这是早上的药 这是中午的药 这是晚上的药 不然的话 我们自己会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医一个病的时候 需要靠医生 需要靠药 需要靠护士 跟这个一模一样 在我们未来要成佛 我们要希望成佛的过程当中 就是要需要靠佛法身 那佛代表医生 医生代表佛 这样子讲也可以 然后呢 药代表法 然后护士代表身 所以这是做一个比喻的话 这样大家就会很容易会了解的 这是我们一个归异的时候 就是要依靠佛法身的过程当中 要认识什么叫做佛法身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是 刚刚我也之前提到一点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心 来到这边来方身 那我们不管在参加方身也好 法会也好 参加讲课也好 我们发心是非常重要的 佛教里面所讲的发心是非常非常注重的 以你的发心 以你的发心 为什么那么的重要这个发心 因为你的发心改变了你的果位 发心的这个过程 改变了那个果位 那我们好 那怎么样发心呢 那我们的学佛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需求 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 我今天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的来世要得到一个人生 或者是说 我的来世是要需要 得生在一个天界 来世 来世要生在人生跟天界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样的一个需求 而去拜佛法身 刚刚讲的拜佛法身 去听完佛法也好等等 那会变成是什么呢 就是佛法里面算是最底线的 它是最底线的 是进入了佛门 但是呢 就是在佛法里面有几层里面 它是最底线的 那我们这个想法在上一步 就是说 我们为了脱离轮回 就是我们为了脱离这个六道轮回 三二道跟三三道 刚才我们回向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嘛 脱离三二道的这个 这个阴啊等等 然后就生在一个三三道 我们刚刚也有这样回向 经典里面都有嘛 所以脱离这个轮回的苦 为什么要说脱离轮回的苦呢 刚刚是说 我的来世要生在人生 人生当中 我们大家都生在人生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 生在人生是够吗 这样子问的话 够吗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的发心就说 我生在人生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我要 我一定要为了脱离轮回 而我要去归依三宝 或者是听闻佛法 以这种的一个心态去学习的话 那就变成是小惩罚 小惩罚 是这样子来的 以你的发心而改变了这个国位 那你的国位是什么呢 你国位得到这样的一个发心的国位 是你就变成了阿罗汉 所以我们所知的 常常你们可能听到 阿罗汉 阿罗汉 阿罗汉是什么 我们要分类 小乘的阿罗汉 跟大乘的阿罗汉 如果说小乘的阿罗汉的话 他就是去脱离了轮回的意思 只要脱离了轮回 他就是阿罗汉了 那脱离了轮回的这个阿罗汉 指的是小乘的阿罗汉 他有成佛吗 还没有 因为他的发心只是说 我脱离这个轮回的一个发心 而得到了这个国位的时候 他就是小乘的阿罗汉 比如说声闻的阿罗汉 跟圆绝的阿罗汉等等 这些都是已经 烦恼上已经取掉了 但是他还没有成佛 因为还剩下要去除所知障 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我们更进一步 虽然你脱离了轮回 然后呢 你就去除了烦恼障 但这样是够吗 这样子问的话 这样够吗 其实比起我个人来讲 是已经非常无散了 但是呢 你整体来讲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 这种想法就要增加这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今天来放生 我今天来听闻佛法 我今天来礼拜等等 是为了谁 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 就是加一切有情众生 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是为了左边的朋友 跟什么右边等等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 小的一个范围当中 就是很扩大的 就是说 为了一切有情众生 而我要今天听闻佛法 我今天成佛 也是为了成佛之后 要帮助有情众生 所以我今天才是要 就是归一 慢慢的我要得到 佛的国位的 目的是什么 也是为了帮助一切有情众生 而我们在这里去归一啊 或者是等等 这样的话就变成是 大乘佛法 那大乘佛法的 变成了大乘佛法的结果 会变成什么呢 不思议脱离轮回 加上去除了所知障之后呢 就变成 变成那个 就是真正得到了这个佛果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的 去除了所有的障碍 就是变成是一个觉悟者了 在这个觉悟者的时候 那就他就是佛了 就像我们 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样 就变成是 有这个能力 去帮助很多人了 那释迦牟尼佛 也是当初发这个心 慢慢的也是得到了佛果 得到佛果之后 他也可以选择说 不讲八万四千法门 但是释迦牟尼佛 有讲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初他的发愿 就是为了终生而去成佛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在就是成佛的地方 在印度嘛 大家都知道 然后会传了三转法门 三转法门就是不同的地方 讲了不同的法门 因为终生有不同的根起 所以佛讲了三种不同的法门 那第一种讲的时候 是在那个陆叶院 陆叶院 陆叶院讲的是四胜利 就是古迹没道 或者是说十二元起 这样在那个陆叶院 第一 初转法轮是在陆叶院 那二转法轮在哪里呢 在宁秋山 在宁秋山 那讲的包含心经 我们当年的这个心经的部分 都是在那个宁秋山 二转法轮的时候 讲的是这个 那二转法轮的时候 讲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主要的弟子 然后所有缘的那个弟子 他是宗观的弟子 那初转法轮是 毗伯萨宗跟金布宗的弟子 就是有他有这个差别的 不同的根起 不同的需要 所以才讲了不同的法门 是这样来的 那三转法轮呢 在广延层 广延层 就是讲的是为事的部分 我们讲一他起远层史 骗迹所知 他的比较经典的融合是这个 所以讲的是为事的部分 那我们通常大家常常听到 怎么讲 阿赖耶士 听到阿赖耶士跟摩纳士的 这种的一个经典的话 他就是关于到为事的 那个是在广延层所讲的 所以讲的地点有三个地点 弟子有不同的根气 有三种 然后讲的法门的内容 也有不同的这个法门 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我们这些 慢慢慢慢的多了解 多了解的话 那你就会 未来就很有机会 越来越好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得到一个佛果也好 或者是脱离轮回也好 它主要就是要有 文思修的过程来去得到的 那我怎么说 怎么说文思修呢 就是首先要听闻 首先一定要听闻 那我今天才来而已 之前心理法师也跟大家开示过很多 等于就是说 你就听师父开示是什么 师父所讲的内容是开示的 首先要听 那听听听 听来的内容 再来去思考 知道吧 首先听 听来的内容 就要去思考 那思考的内容 再来去修 他是文思修很重要的原因 是这样子的 他是有阶段性的 首先要听 听来的 也有可以说 这个是这样的吗 还是不是 还是可以有选择的 我们佛教不是说 一定要勉强 一定要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吧 简单来讲 佛 本师师教摩尼佛说 不要杀生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不要杀生 那不要杀生 我们也可以有权力去分析 就说 不杀生好吗 或者说放生好吗 还是不放就好了 就类似的这样子 去思考的时候 那放生是很好的 那你不但没有杀生 反而你放了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我们以简单的 做一些简单的比喻的话 我们在社会上 这个地球上 为什么大家都注重 那么注重的人权 就是一个 一个很自在的 很平安的 没有人去被害的 就是需求的就是这些吗 所以我们 我们一个动物也是这样子 那它也是 只是它的那个能力有限 有时候我们人的能力也是有限 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 好像没办法了 不然的话 以自己 它自己真的让它去选择的话 就像你们早上所做的一样 它一定是雨的话 它一定是想有来有去啊 这个就是它最自在的地方啊 那雨 离开那个水那就不行了 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我们地球上 每个人类都 追求这个平安啊 这个健康啊等等 那雨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的一个心态来 这样子去 怎么讲就是去放生 这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比较简单的这样子讲的话 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那我们 在成佛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很重要的 有两个 刚刚这些是非常 也是有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后面 再还有一个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菩提心 另外一个叫做空真剑 也可以说是空真慧 就是刚刚剩的才有空真剑 所以这个空真剑跟这个菩提心 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各位之前 比较没有听过的角度来讲 比较没有听过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讲的 指的的菩提心 我一般比较简单的讲的话 就是最好的一个心 就是无上的心 最最好的心就是菩提心 那同身间是什么 智慧 最好的智慧 我们一般这样简单的 来去思考的话是可以的 像你们方生就是代表 慢慢地接近最好的心 然后你早上思考说 又不是没有人去勉强你 这是自愿的时候 那个思考就是一个 未来就变成是空真剑了 它会越来越进步 之后就变成是空真剑 所以这些过程是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一个是福地心 一个是空真剑 这两个 你们未来 要学习的就是 这两个部分 你必须要有这两者 你才有可能成佛 那我们上文 比较很注重 就是 在西藏很注重 我妈的比 caps 我妈的比美吼是观世音菩萨的心窦 那 我妈的比美吼 因为大家都会念 所以我这个讲一点点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就是说 我妈的比美吼 那 那翁是代表什么呢 不敬的深口义 和敬的深口义 就是不敬的深口义 跟敬的深口义 那不敬的意思 我们刚刚前面简单的讲了 不敬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了有贪神痴啊 我慢了嫉妒啊等等 或者是有障碍啊 那就是不敬 那敬的意思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深口义 就是敬的深口义 所以翁代表不敬的深口义 终身就是慕尤成佛的 之前的终身的深口义 是不敬的 有差别了 不敬也有不敬的过程 但是整体来讲 是不敬的深口义 跟敬的深口义这样子 翁代表深口义 然后玛尼代表菩提心 菩提心 玛尼代表菩提心 那菩提心 这个比喻是这样子的 它是其实玛尼的内容 它们是讲如意宝 如意宝 那如果我们得到了如意宝的话 你求什么 它就有什么 比如说你今天 我们很多痛苦是这样子来的 你求什么 它就偏偏好像没有 就是这种的 我们的痛苦很多来自于这里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如意宝的话呢 你求什么它就来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如意宝 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如果求什么它都来的话 可不可以帮助有情众生 所有的众生 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比喻 如果你求什么都有的话 那可以帮助很多有情众生 这是一个比喻 那总的来讲就是说 菩提心 这就是菩提心的 有了菩提心的话 这个菩提心 可以帮助有情众生 这两者是一个这样子去思考的话 是很容易了解的 那这是菩提心 蛮力的部分 再来是斑马 斑马是一个年花的名字 就是我们常常有那个年花 年花的名字就是斑马 那年花 这个年花虽然 那个长出的地方 是在泥土啊 什么比较有污染的地方 长出来的 但是呢 年花它本身 有没有污染 是没有 那个长的没有影响到 那个年花的本身啊 本质啊 所以那个代表空真剑 我们讲空真剑的意思就是说 那这个 我们的空真剑是从 你没有那些污染 当中修出来的吗 不是啊 是有这些贪生之 那些障碍啊等等 有污染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修出来的 但是你修到了空真剑 空真剑的本质上 有没有这些贪生之的污染 就没有了 等于就是 它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比喻 这样去了解的话 是比较容易的 那再来 就是哄了 我们的本质 哄的那个哄了 那哄的话呢 就是 代表我们在成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本质 哄这个知识 菩提心跟空真剑 两者都是要合一的 合一的意思 简单来讲 前面有一个树的话 你要用一个虎头 那个砍那个树的话 比喻了啊 砍那个树的话 那个虎头 需不需要重量 要 如果没有重量的话 那就是刮火刀了 那等于就是 你砍不了了 因为它太轻了 砍不了了 那如果有重量 没有尖的话 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 囊头是吧 中文 就是那个 没有办法砍掉了 就跟这个比喻一模一样 就那个树 就是我们 所指的障碍 你要取掉这个障碍 取掉这个痛苦的时候 那需不需要那个 尖的部分跟重量 这两者 要合在一起 空就是这个意思 合在一起 那重量是什么 菩提心 尖的是什么 空真剑 所以这两个要 合在一起的意思 是这样子 那我再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我就讲一点 那个 我是在西藏 那还没有 欠一人 我接着 你 我接着